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会读书 不如会做事 会做事不如会做人 而且这个政治 这个夜路 不要走第一 随随便 走在前面有狗 后面有鬼 要走中间就好了 而且克文哲的快思慢想 我建议你要快思慢想 不要出口成 他还以为得意 他说 我建议你又找花言人 结论是 因为人民对政党政治的高度不信赖 才有非典型的 连胜文跟克文哲 从两党窜出 坦白讲你们都业余人士 业余的也不是专业 说输人是好听的 你们有机会 没有错 其实民调盯手中一定会输吗 我觉得连胜文有必要大意 对不对 看看民调有没有拉近 你们有机会 但是你们的风险要做控管 对不对 更重要的是 我倒呼吁我们选民 不只对连科两位 对所有台面上 服输的这几个市长参选人 他们有没有市长的治理能力 品德 第二 他们要提出市政的愿景 这两个核心 才是我们应该关注 问一下郭正 现在连胜文不只是要跟柯文哲比 后面还内部 党内还有追兵 丁守中好像看起来说 民调已经慢慢站拉近了 而且比较奇怪是什么 你看他参选完 他民调是窜起来的 反派为生的 可是怪了 他解释了几个东西 知道那个罩门在什么地方 权贵的问题 所以开始捐薪水 也说本来为了安全去住地保 对不对 结果最近这两天越讲 怎么那个潜贵形象越来越多 我们在讲什么 是往自己的身上 是乱拨吗 包括中国这个因素 你看他已经知道 说是有罩门的 所以他记得讲什么 只能买商办 住宅不能开放 可是人民会觉得说 你这个都在讲 是讲假的 甚至更严重的 如果这种爆料 像一只万这种爆料 你如果公司买了130 你没有去乘的能力 这杀伤力很大 我最近一段时间看 林胜文接受电视 跟广播的专访 我个人感觉他动怒 动气 好像大家对于他的权贵的身份 一直不断的撒骨血 那他认为说 好像自己本身觉得很委屈 那刚刚不管是名誉 跟或是中信大哥他所提的 我认为说 林胜文在我个人感觉 未来你选市场 不可能人家不解释 也不可能靠告 来宗旨人家对你的怀疑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哪 是同理心的东西 我最近看了一篇报道 这两天的新闻报道 在人间福报真的好大 有一个是我们较大的土博士 叫罗志文 在美国进入物理冻出来 叫所谓的台湾的科学奇迹 就叫台湾之光 他形塑或他一辈子的 这个求学过程 他才38岁 以胜文小7岁 他在怎么讲书 他念土博士 在台湾受个土 专门的土华链钢的学术训练 但是在很杰出的科学成就 被登出来 人家说你怎么不出 他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我们大概是那个世代的 乡下人的共同的新生 他说 他说我也曾经有过留学梦 但是我的弟弟妹妹一大堆 那出国留学就要几百万 那我爸爸妈妈是做鱼门工的 我哪有钱去出国 所以为了考虑爸爸妈妈的 养家活口的困难 我决定在台湾念书念博士 我来看 林世宏刚刚又起拿到一个板子 他说他在2004年以后 就靠自己创业 但我很认真的看了 盛文兄的东西 他是念私立的小学 明明讲的 一学期要四五万 幼稚就四五万了 私立念小学 国中念小学 高中也念私立的 私立的小学 私立的国中 私立的高中 私立的大学 再来到哪里去 念长春的名校的 哥伦比较大学 你如果念五年 平均 我不想让他念起 你博士毕业 这年他要一百万 你的生活会来讲的话 你在34岁之前 2004年之前 你不是你爸爸的 你无法切割那个群 我认为他应该用什么东西 把他转换 一直说 我自己认真 跟我们爸没关 那你以前出生的呢 你还经党子出生是假的吗 我认为他应该用感恩 习回馈 感恩 感恩什么 感恩台湾人对他们 连家世代的包容 感恩台湾人对他们 连家世代的支持 感恩什么 习无什么 习无感恩 感恩他爸爸妈妈对他的好 没有他爸爸妈妈 一般的人怎么可能说 念一个私立大学 跑到念长春的名校的博士 这很难 所以别再讲什么 不是靠法 这个真的很难 但当你在美国的生活会 我们那个世代 其实都是要打工的 那他有打工吗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说 你真的要感恩 你权贵没有问题 我跟大家讲 我有去 曾经跟他幕僚讲过 承认权贵有什么关系 日本的首相 安倍晋三 他的爸爸是以前 所谓的日本的外交部的部长 外务大臣 他的爷爷 当过日本的国会议员 他的外公是谁 岸信介 以前的首相 他外公的弟弟也是首相 他不是权贵吗 但是他把日本失落了十年 找回来 第二个 有钱 没什么关系 但是你讲清楚 说明白就好 韩国的前任总统李明博 他在担任总统之前 就是什么 首尔的市长 他是汉城现代集团的 现代建设的董事长 很有钱 但是韩国治理的好不好 他把首尔城市治理好不好 治理的 这个是不是权贵 现在的韩国的女总统 胡锦惠 他爸爸就是以前 韩国的大统领 他也是权贵 但是人民支持他出来 当这个东西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 这是谁 这是新加坡 李光耀 李光耀支持李显龙 他把新加坡治理的也很好 他的城市竞争力 在晚间这几年来讲 是世界第一个 国际竞争力 所以人家 你把这个权贵的东西里面 要很虚心的去面对它 要感恩 要习乎 要回馈 回馈什么 你有这么好的家事背景 有这么样的财户 有这么好的好爸爸 好妈妈 还有 你经历了两次的 几乎人生的大难 在鬼门关走一圈回来 现在还有癌症 你应该告诉台北市民 告诉台湾人民 说我愿意用我的余生 全部奉献给国家 奉献给社会 你不是一直说 我不是靠霸足 我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有钱 但你要讲清楚 你不要像医疗干这个东西 被人家不断的再登出来的话 对他的诚信 真的会有很重的杀伤 你说你房子是你爸爸妈妈买给你 这个对很多人是很痛 台北市的年轻人 只有6.4%是自己买房 6.4% 100个才6个 是自己买房子 那其他人可能买不起 那买不起怎么办 所以我们杂志才会讲 很多台北市民有56.6% 因为为了买房子 而考虑怎么样 晚一点结婚 不是干脆不生小孩子 因为付不起房贷 再来第二个 会不会因为考虑买房子 而不生 或生很少的 台北市有将近六成 所以这些东西 你们我常常在讲 你怎么感恩 习无回馈 把你的余生 从鬼门关走回来以后 讲一些 让人民觉得说 你是不是活在天龙国的人 你是跟我们是在同样一个 在呼吸频率是一致的 这个同理性真的很重 接下来我插一句 其实廉胜文 在陈文倩小姐的节目里头 说他没有住过川普大门 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他在纽约曼哈顿 是住在哪里 因为如果真的 因为我们说实在 就从2005年 他接受联合报的一个专访 谈美食 其实在这个 2005年10月21号 看出来联合报的这篇访问 他里面提到 说他在纽约的时候 朋友到他 到他家来 所以他就指着 曼哈顿的夜景 就给朋友看 他朋友说 他问朋友说 你看到了什么 朋友说 我看到了曼哈顿的房子 好 结果他说不 我看到几千家产品 好 所以换句话说 联胜文住在 在纽约的时候 是住在 这个曼哈顿 而且是 算是楼层高的地方 他可以 看到曼哈顿的夜景 有非常多的房子 好 那如果不是川普大楼 当然了 川普大楼 我说过 那个真的是超级 有钱人才住得起的地方 不是因为那个大楼 这个多好 是因为那个大楼 是象征定位 那如果不住川普 那到底住人 至少从这边 访问里头 连圣文是自证 他是住在曼哈顿 而且是住在 曼哈顿的高楼里头 那我到愿文其想 如果不是川普大楼 那是什么大楼 而且我们刚刚讲到了 圈购顶新TDR 是个富人投资公司 不止连圣文是股东 连永新 连圣文也都是股东 他在这个访问里面 怎么会讲说 我跟其他兄弟姐妹的事业 都是分开的呢 你光是这个就说谎了 然后还有这一点 他说如果重来一次 我还是会鼓励 金卫来台湾挂牌 可是我会补一句 各位啊 你可不要因为我来决定投资 那请问你 你帮他站台的时候 你不就是在鼓励 大家来投资吗 你在讲这句话 说到底是什么心态 他接受这个金刊的专家